可不可以先讓我問一句 所以現在 國民黨 民眾黨 跟吳宗憲召委 可以告訴大家 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了嗎 沒關係 我知道 你們還是講不出來 大家都看到 剛剛刪讀的過程 其實就是 小偷被人章拒惑 你們剛剛還想要 不發文字 就要硬幹過去 要不是民進黨 即時阻止 這麼沒下線的事情 幾乎就要在我們的眼前發生 藍白現在說要查幣 但洗手勢 就是先讓修法過程 先成了幣案 主席 國立法院的同事們 這個濫權的法案 三讀了 可不可以先讓我問一句 所以現在 國民黨 民眾黨 跟吳宗憲召委 可以告訴大家 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了嗎 沒關係 我知道你們還是講不出來 大家都看到 剛剛刪讀的過程 其實就是 小偷被人章拒惑 你們剛剛還想要 不發文字 就要硬幹過去 要不是民進黨 即時阻止 這麼沒下線的事情 幾乎就要在我們的眼前發生 藍白現在說要查幣 但洗手勢 就是先讓修法過程 先成了弊案 韓國院長 你真的讓台灣的國會民主 成了笑話 國民黨民眾黨 你們很高興 今天這樣硬幹過去吧 但未來 每一個在讀這個法案的人 都一樣會問 水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為什麼一堆條文 有這麼多的錯誤 為什麼條文 有這麼多違憲之處 到底是哪些立委 讓這麼荒唐的法條通過的 大家一樣會問的 今天法案 用這種 閹割民主的方式通過 他就注定 要讓所有的人 都對這個法案感到羞恥 今天是藍白 把社會上面曾經有過一些人 對於國會改革有盼望的 都羞辱了 我要告訴你們 台灣人絕對不會放任民主沉淪 接下來我們會發動 更大的社會文量來自救 謝謝洪森漢委員 時間到了